小伙子 你是不是叫王少辉 对 我是叫王少辉 老板 你有事吗 你今年23岁 在天津大学机械研究学院毕业 对吗 对啊 老板 你是怎么知道的 好 你收拾一下你的东西 不要干了 老板 为什么呀 我家里还有年外的老母亲 还有弟弟妹妹等着上学呢 您千万不要开除我呀 我很需要这份工作的 如果是我哪里做的不好 您可以跟我说 我可以改的 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 你先等一下 我打个电话 喂 张总 喂 单经理 你现在来一下公司楼下 张总 我这在外地考察市场呢 你是听不懂我说话吗 我告诉你 两分钟之内 如果你来不了 以后你就不用来了 行 好吧 你等我一会儿啊 我去去就回 老板 你为什么要给单经理打电话呀 他本来就不待见我 给我穿小鞋 你这样一来 他更不喜欢我 他会开除我的 没事的 待会儿等他来了你就知道了 老板 你找我什么事啊 我问你 你是不是有个弟弟叫王少辉 今年二十三岁 在天津大学机械研究专业比 是啊 张总 怎么了 是啊 张总 怎么了 你的弟弟跟他同名同姓同一所大学 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张总 这同名同姓的人多了去了 这就是个巧合嘛 巧合 你还不跟我说实话是吗 张总 这我弟弟啊 确实是被学校给开除了 这我想着 他在家里面待着 也是待着嘛 所以我就把他带在身边了 正好 也能让他在我身边呀 多锻炼锻炼 免得让他荒废下去了 单经理 你这后门 走得可真够高明的 你弟弟被大学开除了 你说可以让他光明正大的 盗取别人的劳动 你弟弟没能力 你可以帮着他走后门 一个月连升三级 升职加薪 坐在办公室 吹着空调 你也可以让他 整天跟着你 吃香的喝辣的 那他呢 你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 张总 这我也没想到 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他的家里 还有年迈的老母亲需要照顾 还有弟弟妹妹 等着他这笔钱要上学 我问你 他寒窗苦读二十年 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吗 而你的弟弟呢 不劳而获 去盗取别人的劳动 我问你 你的良心呢 不会痛吗 张总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没想那么多 他在为了他的前途 努力拼搏的时候 你的弟弟在干什么 张总 其实我弟弟呀 他也挺聪明的 这就是玩心有点大 玩心有点大 好了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 我以后在公司 不想看到你弟 赶紧让他给我收拾东西 滚出我的公司 张总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机会 机会 是留给他那样的人吗 好了 我看你这个样子 你也不适合待在我的公司 你跟你的弟弟 一起离开我的公司 张总 你可千万别让我走呀 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 这一大家子人 还都指望着我养活呢 你需要养家 他不需要吗 你耽误了人家几年的时间 让他在这里 只能干最糟最累的活 好了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了 赶紧给我收拾东西 走人 少回 真是不好意思啊 是我管理公司的不到位 才给你造成了这样的损失 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你一定要在这里闯出一片 属于你自己的天下 谢谢你老板 要不是你的话 我还没蒙在鼓里 我的下半辈子 可能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过下去了 没事的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你赶紧回去收拾一下你的东西 明天认识你的心脏位吧 哦对了 我这里有一些钱你收下 就当 是我给你弟弟妹妹的学费了 对 一定要收下 哦老板 您帮我这么大的忙 我怎么能还能要您的钱呢 这些钱 不仅是我给你弟弟妹妹的学费 还有 是我对你的补偿 这个钱 你拿着 你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小伙子 我看好你 加油 谢谢老板 谢谢 好了 快回家吧 收拾一下 也许 你 掌握 你 吃 这些蔬菜你们俩拿回去吃 不用了妈 这些呀城里都买得到 哦对了 我这里有些钱 妈您拿着 想吃什么就买点什么 给 杨范快点啊 杨范 这些钱你还是拿回去吧 妈也用不着 你还是跟上回早点回家吧 妈您说什么呢 您养我们小 我们就应该养您了 再说了 我们给您花钱 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行 那钱我就留下了 这些菜你拿回去吃吧 好妈 菜我就收下了 这现在已经入秋了 天气也变凉了 妈 您快回家吧 别着凉了 好 那妈就回去了 你怎么查过来呀 磨磨叽叽的 干什么呢 少汇 你刚才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过分 我怎么过分了 每次回来 妈就给拿这么点破菜 有什么用啊 你给我捡起来 我就不捡 每次回来 你看看妈 都给拿一些脏兮兮的破菜 有什么用啊 还有 既然 妈那么会做生意 怎么不去城里发大财啊 还有 你每次回来都给他那么多钱 可险着你了 我再跟你说一遍 你给我捡起来 我就不捡 这楼村的菜 脏兮兮的 我才不捡呢 良言一句 三冬暖 恶语伤人 六月寒 咱妈一个人含辛茹苦的 把你们兄弟几个好不容易拉扯大 都说养儿能防老 可咱们 连最基本的陪伴都做不到 我给他点钱 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还有 你作为他的儿子 竟然嫌弃自己的母亲是农村人 往上数三代 谁家不是农村的 你吃的 穿的 用的 哪一样不是农村人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出来的 你有什么资格嫌弃他 不要以为自己在城里生活了几天 就觉得自己是城里人 我问你 你哪来的优越感 张绍凡 你一个嫁进来的媳妇 你就是个外人 你有本事 你跟他过去啊 行 少慧 还在 妈一个人在家也花不了多少钱 这些钱都是平时你们给妈的 妈给你们点着呢 你们在城里开商大 这些钱你们就留着自己用吧 妈现在年纪也大了 过一天算一天 你们不要因为这些事 脑矛盾了 一家人就应该和和气气的 和气 家才能心旺 只要你们过得好 妈这辈子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你是否还记得谁为你把泪擦 也许累累回回都几个圆圈 也许走走轻轻 还留在 圆 妈 我知道错了 对不起 死无之繁补 阳高之贵如 人不孝其轻 不如琴雨寿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妈 我们走 宝贝啊 一会儿啊 我带你吃大餐去 走 亲爱的 接个电话 喂 喂亲爱的 你在哪呢 我在加班呢 有事你直接说 我就是想 想告诉你 我有一双鞋想丢 但是因为那是你买的 所以我舍不得 可是到今天我才发现 他从来都不在乎我的感受 直到今天 我发现他把我的脚 抹起了一个很大的水泡 你说这双鞋 我该扔掉吗 丢了 我再给你买双新的吧 我这加班呢 挂了啊 老板 怎么走 是啊 鞋是可以买新的 但是 一定得合脚 老板 我回来了 你不是说你在加班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这不我忙完就回来了吗 对了 去你家的机票 订好了吗 订了 只不过 我只订了我自己的 咱俩在一起这么久了 你是觉得我不配 还是怎么了 你是觉得你很委屈吗 不委屈 就算委屈 又有谁能在乎呢 饭里有苍蝇 我看到了 我觉得很恶心 但是如果我看不到的话 我同样会吃得很香 所以 所以呢 所以 我不怕你骗我 但是我害怕 你骗不了我 看看吧 你都知道了 还好 我知道的不算太晚 我们 还没有到见家长的地步 老婆 我错了 我现在 我现在就把它删了 年少情况的人不晓得 来 来 我帮你删 喂 亲爱的 你到家了吗 到了 你以后 对她好一点 你是她女朋友吗 你在家我做事咯 不用教 是提醒 如果她足够聪明 图钱的话 那苦的便是你 如果你像我一样 图感情的话 那你的下场 不会比我好半分 莎莎 我错了 我和你难过的时候 我也陪着你 分担忧愁 她真的对你好吗 我现在就要你回答